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长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同类疗法是一种 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 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自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 升麻二百思 王子才能够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之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种医疗剂 今次跟大家介绍的同类疗法的疗剂 叫做 Arania Diadema A-R-A-N-E-A Arania Diadema D-I-A-D-E-M-A D-I-A-D-E-M-A 英文叫做Purple Cross Spider 中文翻译叫做 教中十字枝珠 或者我们叫做十字枝珠 这个疗剂 好了 这个十字枝珠这个疗剂 教中十字枝珠这个疗剂 其实主要在应用方面 再提到Dr. Grimmer Dr. Grimmer是早年的同学疗法医生 他是专医用同学疗法医 很多癌症 在他的经验来说 Arania Diadema 这个教中十字枝珠 亦都可以适用 是一些出血的 吐血的肺癌 通常这类的情况 可能是病人 本身是有一种肺脑的底子 记住 如果是肺癌 如果是加上吐血的 好了 这种型的体型 我们叫做一种濕型 濕型 濕型 濕型的体质 这种人 通常是特别 是对那些濕型的敏感 又濕又冻那些 他特别是異常的敏感 这种人 不喜欢 住在一些 湖边 或者水 或者河流的地方 尤其是所谓叫做 濕气重的 又寒又冻的 这类的地方 他们是对于潮湿 和落雨天 是特别特别敏感 特别不喜欢 他们的症状 是有一种周期性的症状 好像很窥时的症状会出现 可能有些症状 是每周年性出现 通常有些 从其他症状 例如有些 血管性的 脑血管的紧张 而导致失眠 亦都可能因为发烧 他人很激动 导致人的意识上 是模糊的 他亦都適合在一些 神经性的 神经炎神经痛 尤其是周期性出现的神经痛 比如三叉神经痛 或者是 脑后脑的神经痛 或者是四肢的神经痛 这种神经痛 通常是一种周期性出现的 另外一个地方 可以应用到 就是胃肠的问题 或者是 性器官 或者尿道的毛病 尤其是一种抽痛 这种毛病 很有趣 在遇到这个情况 病者 在感觉到 如果他吃烟 这些症状会消失 会令到这个症状消失 而且这些症状很多时候 有周期性 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会出现的 无论是胃 腸胃的问题 尿道 性器官 这种抽痛 这种痛 好 还有一个应用的地方 就是我当遇到一些出血的问题 无论是不同的地步为出血 可能因为伤口出血 可能因为刺伤的地方的伤口出血 他人都很疲累 这种痛就好像有电流经过那种痛 在这种情况 病人通常是喜欢躺下 很多症状 一躺下就会舒服些 还有他发现身体 很多部位是一种脏的感觉 例如头部 面部 手 可能因此又有一种麻麻 和冰凉的感觉 还有有时觉得骨 好像冰冷的感觉 所以这个症状有几个特异之处 这种人是很怕潮湿的 还有他的症状是有一种 即是有时间 周期性 有一个定时的 固定的时间出现 还有有一种寒凉 和一种身体部分 好像脏 膨胀 这种这样的 异常的感觉 还有在用系的地方 可以考虑 当你遇到一些肺老 或者肺癌 出现吐血 加上刚才所营养的症状 这个疗剂 是Aranian Diadema 教中十字之处 可能是你们的灵丹妙药 袁医生刚才介绍了的 同类疗剂 觉得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疗法疗剂 可以在 thshop.com.hk 好了 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